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在生活中,如果看多了电视剧和小说 很多人都会高估阴谋诡计的作用 其实在历史上,固然有一些凭借阴谋诡计而获胜的例子 但真正能高明的计谋是阳谋,不是阴谋 今天就从两个方面,分别讲解一下 中国历史上玩阴谋玩得最好的人是谁 我认为首推大汉丞相,许逆侯,陈平 都说汉初三杰,萧和,韩信,张良 辅助刘邦夺得天下 其中,萧和负责统筹全局 韩信负责带兵打仗 张良负责出谋划策 但汉初三杰之外,其实还有个陈平 陈平六出奇迹,帮刘邦夺得天下 在刘邦死后,又记诸诸吕,官拜丞相 其对大汉江山的贡献,并不亚于汉初三杰 营阳之战时,陈平使用离间计 离间了项羽范增 使范增失去了左膀右臂 当汉军仍然被储君围困,刘邦陷入绝境 这时候,又是陈平站了出来 设计让寄信冒充刘邦向项羽诈降 然后刘邦趁机逃走了 整个事情看起来很简单 但其中却有一个让人细思极恐的阴谋细节 实际中,用短短两句话描述了一下 什么意思?就是找了两千多名妇女 穿着汉军的衣服,把她们赶出东门 储君看到后就立刻围过来追击这群妇女 正是在这种混乱的场景下 刘邦才趁机逃脱 如果单纯从效果来看 陈平的计谋一环套一环 先离间项羽和范增 再派纪信冒充刘邦诈响 最后让妇女们引起骚乱 刘邦趁机逃脱 是不是令人拍案叫绝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 这样的阴谋实在是太残酷了 范增因此继而亡 毕竟她是敌军谋士 且不去说她 纪信被项羽活活烧死 却也是自愿待刘邦死 也就不提了 但那两千多名妇女呢 他们被储君四面危机之后 会面临何等凄惨的下场 只要稍微想一下 就让人不寒而栗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为此需要抛弃怜悯之心 羞耻之心 变得没有人性 这便是阴谋最大的特点 也难怪陈平林中前会说 自己一辈子阴谋诡计用的太多 做了太多缺德事 只怕会疑惑子孙 最后果真如她所说 她的子孙后代灾祸特别多 下场都不好 与阴谋相对的自然就是阳谋 阴谋诡诈多变 阳谋堂堂正正 阴谋出其不意 让人防不胜防 阳谋光明正大 让人无处可防 阴谋有上天河 阳谋顺应天道 真正高明的阳谋 就是你的对手 或者天下人明明都知道 你要做什么 但他却根本无法阻止 只能眼睁睁一切的发生 下面就分别讲一下 中国古代最高明 最具代表性的阳谋 周朝时期 我国处于真正意义上的 封建社会 除了周天子之外 九州大帝都分给了各个诸侯国 周天子与各诸侯国之间的上下级关系 并没有那么森严 诸侯国在自己的封国境内 拥有极大的权力 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 便废除了封建制 开始采用郡县制 秦朝也成为了我国历史上 第一个中央集权政权 汉虽成秦制 但汉初打天下时 刘邦不得已封了许多异姓王 虽然后来异姓王全部被消灭 但刘邦也不得不分封同姓王来压制地方势力 刘邦所封的同姓王 虽然每一春秋战国时诸侯国那么大权力 但也算得上是一方诸侯 而随着同姓王越来越多 逐渐伟大不掉 开始威胁到大汉朝的统治 于是在景帝一朝 在赵错的建议下 朝廷决定削藩 从而引发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的爆发 不仅没有为诸侯王争取到更高的地位 反而坚定了朝廷薛藩的决心 但景帝也知道 薛藩的事不能引来 需要循序渐进 一直到汉武帝登基之后 在主夫燕的建议下 开始施行推恩令 史记中这样记载 主夫燕总结了操作 薛藩失败的教训 建议武帝下令 各诸侯王可以把自己的封地 自行分封给他的儿子 而当时的诸侯王 基本上都有多个儿子 既然要封就不能偏私 每个儿子都要封 这样原本强大的诸侯国 就被切割成了多个 一代一代传下去 诸侯国自然而然就不足为患了 这所以说这是千古其谋 其是以推恩之名 行薛藩之势 要知道 原本诸侯王是可以世袭的 但诸侯王的儿子中 只有一个人能世袭 其他兄弟得不到任何封地 在推恩令实施后 诸侯王每个儿子都能得到封地 对他们来说 都是乐见其成的 其二是 人人都知道武帝在削藩 但人人都不得不配合他 如果一个诸侯王 不给所有儿子都分封土地 那没获封的人会怎么想 朝廷已经允许他们获得封地 他们自己肯定也会尽力争取 甚至会为了争取封地而发起叛乱 因此 每个诸侯王都明白推恩令的作用 虽然万般不情愿 却又不得不去施行 正如前面所言 阴谋无论有多诡诈 终究只能出其不意 所谓的锦囊妙计 大多是好事者讹传 善鬼道者 其心也薄焉 其亡也忽焉 阴谋主要是依靠双方信息的不对称 从而攫取利益 在信息不发达 不透明的古代 有时候能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在信息化的当今社会 阴谋的作用越来越小 阳谋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 所谓阴谋 就是设立陷阱 无中生有 不过 再高明的陷阱 都是阴谋中的致命上 只要让人看穿 这个阴谋就一文不值 比如黄盖乍降 表面看来是黄盖和周瑜产生了矛盾 黄盖要带兵投降 其实黄盖是要接近曹军水师 并且纵火 所谓阳谋 是把一切都放在您面前的计谋 它没有隐私 没有秘密 它几乎一切都是透明的 所以它没有破绽 实施者只要把握住方向就行了 可以说 它是借势而动 推动一切必然的发展 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无疑 阳谋厉害 不过难度更大 阳谋的使用者 不一定要求自身强大 但要求有极强的洞察率 与战略预判能力 并且能够抓住敌人弱点 发动一连套的进攻 让他们分散力量 防守于他们不得不防守之处 抓住主动权 步步紧逼 改变事 当有把握胜利时 就要发动决战 彻底消灭敌人 适用于战争 政治 商战 等等的一切人类 关于斗争的活动 如果说效果 羊谋更强一些 但是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 阴谋这种东西 被人看穿就真的一文不值 而且还会让人有一种得胜的胜利感 而阴谋被看穿 谋略家本身也会受到一定的挫败感 羊谋则不然 他是一切都摆在台面上 选择攻 你也会处于被动 毕竟羊谋这种东西 首先也是建立在对对方有利的场合下 选择不面对 传出去名声也会受损 不管怎么选择都会受到不小的影响 所以会让人进退两难 善于羊谋的人都深通矛盾与统一 这类人知道别人所想 只要在事实的时候 提出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建议 即使人们知道 他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会自觉支持他 这也是善于羊谋的人 比善于阴谋的人难对付的多的原因 但善于羊谋的人也不是不可对付 他们之所以能够羊谋 是因为他们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要对付他们 主要让他们知道你不想要什么就行了 善于羊谋的人大多喜欢折丝 境界眼光高于常人 所以表现出来的处事手腕也高于常人 一句话 要不是特别厉害的人 就别想着和这类人为敌 一般人不是对手 良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